这里是农妇张炳爱的家 也是政府隔三差五就会过来动员拆迁的钉子户 1996年 三峡江边的桂林村 开始了第一批移民外签 按上面规定 在2009年三峡大坝建成之前 175米水位线以下的800多名村民都需要移民 张炳爱家在135米水位线下 应该是第一批搬迁 但炳爱却提议搬家后靠 丈夫退友餐级 干不了重活 一双儿女的花销基本全落在他一个人身上 住在这里 农忙时他还能请娘家兄弟过来帮忙 如果外签出去 他一个人实在撑不起这个家 领导考虑到冰爱的实际情况 最终同意他搬家后靠 两个月后 第一批村民开始集体搬迁 有个老人还提着自己的两捆柴 见村民取笑打去 老人又恨又无奈 不管到哪里都得烧火做饭 柴火自然要带上 搬迁的村民都拆掉自家房屋 他们背着旧家具 旧瓦罐 凡事能带走的都一件不拉 有人见妇人还提着孩子小时候用过的儿童椅 开玩笑说 她还准备生孩子去 妇人却说着 以后留给孙子用 这些家具不值钱 但聚在一起就是他们的家 一阵鞭炮声中 村民们依依不舍地送走了第一批老巷 这批人将搬到下游董家镇 而剩下的人将前往何处 还一切未知 辗转六年 时间到了2002年 张炳爱家已经独立在一片废墟中 女儿已经读了初中 因为要交中考费 女儿向妈妈要钱 抽屉里有29块5 女儿要拿27块 中考费12 交这交那算下来得16 剩下的11块才是她的伙食费 炳爱让女儿把钱全拿走 女儿却坚持给妈妈留下2块5 穿着妈妈纳好的鞋子 女儿开开心心地去了学校 炳爱在门口久久望着 女儿都走远了 她还在后面叮嘱 炳爱原是山上的姑娘 原来她自有恋爱谈过一个 因为父亲不同意 只能忍痛作罢 那时候 在山上一个公分只值两三角 而江边做一天工 就能挣两块多 所以当时 人们都把姑娘嫁到江边 引以为荣 炳爱父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逼她嫁到了嫁在江边 但深有残疾的丈夫 炳爱至今记得 她8月27结婚 25日还在地里种豆 26日家里摆烟 她还一个人做了20桌包股饭 她一直忙到凌晨2点 睡了两个小时后 4点钟又起来梳西打扮 结婚的时候 炳爱非常不高兴 婆婆不喜欢丈夫 少带着 对她也不喜欢 所以给炳爱买的新娘服都极尽寒碜 炳爱其实有自己买的好看衣服 但为了跟婆婆置气 结婚当天 她就穿着婆婆买的衣服 反正这种日子 丢人丢的是婆家的脸 婚后 炳爱总是一大早就起床忙碌 丈夫后来看见她确实辛苦 也跟着早起干活 先婚后爱 两人就这么慢慢建立了感情 然而之后的日子 炳爱也并不顺心 除了现在的两个孩子 炳爱还曾留过三个 第一个因为过度劳累 自行留掉 当时她给爸爸干活 在路上走两步就肚子痛 快到家时 她晕倒在煤渣堆上 再次醒来 炳爱一个人爬到了爸爸家 这种事自然不好跟父亲说 炳爱只能忍痛 转到外婆家后面的核桃树下接手 她为此流了一大滩血 但回家后 炳爱不仅没坐月子 还像往常一样 什么活都干 后来的两个 是炳爱因为政策不敢生 只好因缠 两个孩子 一个是吃药怀伤 一个是还掉了怀伤 炳爱说 自己是上当怀孕 坐月子都做伤了 可比起自己的身体伤害 炳爱更觉得 对不起这未能降世的孩子 她曾经梦到孩子 变成一窝蛇来咬她 她不断向孩子解释 是政策不允许 实在没办法 如果可以 她宁愿自己讨饭 也要把孩子养大 不过眼下 炳爱的两个孩子 也都非常懂事 当年 炳爱拒绝拆迁时 上面曾威胁 要下她家户口 没了户口 孩子就不能上学 儿子去安慰她 如果不能上学 她就趴在教室外面停课 晚上没灯 就自己用手电筒 然而儿子虽然能继续上学 但拆迁的事 还是影响了她的学习 临近高考 炳爱做了肉酱给儿子送来 她塞给儿子200 宽慰儿子不要有压力 如果这次考不上 她还会供儿子复读 搬家后靠 也需要村里批地基 然而村里批的地基 没水没电 离她家的地也很远 炳爱不同意 只好自己寻找地基 此时 宽昌到重庆的公路 正在修建 炳爱和工作人员共通 等工人撤离后 这窝盆能卖给她 然而对方却让她 跟村委协商 这是村里的地 他们也只是暂时使用 2002年6月 在二县移民搬迁 基本结束的基础上 桂林村余下的村民 开始重新划分 135至175之间的空闲土地 众人七嘴八舌 各说各礼 是按人分 还是按户分 小孩子应不应该分地 一大片地又该怎么分 所有这些都是问题 有个老农气急败坏 国家土地政策 承包期是30年 如果小孩不纳入分配范围 那就意味着 到30岁之前都没有土地 国家规定的成年标准 是18岁 那是不是孩子 到了18岁以后 不管是死是活 是犯法 还是坐牢 都跟上一辈人无关 蒸蒸吵吵一番 村民也只能少数服从多数 有些人的利益 注定要被大局牺牲 135米以下的丙爱 没有遇到真谛的烦恼 他骄傲地指着泼下一大片田 那里都是他的 浓忙时 他一块块泡 都还怕忘了哪块田 他准备把所有空田 都种上桃树 这几年水还没淹上来 能挣一点湿一点 如果被人砍掉 他就继续种 桃树长得快 四年就能结果 反正他舍不得那些地 被白白荒废 边岸说 土能生万物 在农村只要刻苦一点 不比城市差 城市可能玩得轻松 但做生意 他没有城市人精 干不正当生意 都能挣钱 但他自己不会做 更不会让女儿做 受穷受累都没关系 反正不能拿村赢换钱 这些年 村里乡镇上的不少领导 隔三差五都过来 动员丙爱搬钱 丙爱的要求很简单 搬到他们划分的地基也可以 但要在附近 给他划几块田 如果不划 那他搬到公路那边的窝盆也行 那里离公路还很远 不会占公家用地 如果怕他给政府丢脸 他就是拼了命 也要把房屋建好 然而领导也有大政策把管 怎么后靠 怎么移民 都是常委决定 他不可能让丙爱 想怎样就怎样 领导掐着手指 县里统一规定 六月底 二县以下的房子 必须全部撤出 他劝丙爱 不能因为自己拖的 全政宴收不合格 丙爱心里委屈 这么多年 再苦再难 他都没向政府求过一分钱 他只不过想安安稳稳地自食其力 怎么连这么简单的愿望 都这么难 最终 领导答应丙爱 再找个地基 让他们临时过渡 然而看到领导新选的地基 丙爱夫妇又忍不住愤怒 原来这是一块破地 不仅没法起房 没水没电 而且离自家地远 甚至连路都没有 丙爱不愿意 但还是做了妥协 搬到这里 政府安人口每人捕捉六百五 他们一家四口能拿到两千六 他不要这笔钱 只要政府能把这坡平了 他也愿意搬 然后领导还是溜了话 平坡只能自己搞 要么在这里过渡 要么搬钱 丙爱家很快断了电 但即便这样 丙爱还是没有同意搬到那块过渡地基 他无力抵抗 但他可以拼命活着 然后即便没了家 丙爱也要把男人 孩子捆到一起 别人都说他男人撇 说他嫁了个没用的人 但他偏偏要让一家人团团圆圆 丈夫从山上下来 摘了几个七成 沙滩上 两人有说有笑 他们的快乐从来都是很简单 2002年7月 扁爱的大儿子高考落榜 他放弃复读机会 当兵去了新疆 2003年 长江水位上涨到135米 扁爱的家被彻底淹没 他和丈夫在自家田里搭盆住了一年后 用全部房屋补偿款4800元 买下了公路边的几个窝盆 截止纪录片2007年上映时 他们还一直住在那里 丙爱是一部即时性机场的小人物纪录片 它的特殊之处 在于三峡水坝的特殊背景 其实对于三峡移民 国家政策相当幼渥 只是到了张丙爱之里 他更多了几分 对土地难以割舍的精神诉求 他的一生 不管是爱情婚姻 还是引掉孩子 移民外迁的 都由不得他把握 他对土地不见得有多热爱 就像他对丈夫 没有特别爱 但几十年下来 也早已割舍不断 丙爱对土地的情感 更多的是一种安全感 就像他所说 只要我还能动 在土里跑一天 我就能有吃的 时代的巨变 冲击了他原本平淡的生活 但没有冲击掉 他一直信封的生存法则 土能生万物 能生钱 能活命 祖祖辈辈都是这么活过来的 他自己也是这般养儿育女的 支撑起这个家的 所以失去土地对他来说 就像掉了魂 国家拆迁款再多 都有用完的一天 他没有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 只有扎根在这片土地上 才能牢牢把控自己的命运 丙爱丙爱 丙生之爱 张丙爱 有着中国传统女性 大地般的无私与坚韧 然而 她又比传统女性 多了几分反抗意识 命运不由自己把握 也得努力抗争 强加给她的 不管是以什么名义 她都敢说不 有句话精切地说出了 小人物的无奈 时代中的一粒灰 落到个人头上 就是一座山 三峡大坝是国之大计 造福万民 但至于小人物 他们失去的是 生活了一辈子的家 这是纪录片丙爱 我们下期再见